前家子 行了 再见啊 再见啊 男生不败 回家吃饭 这件东西真的是好丰盛 谢谢啊 那个靠松海来 有一点飞的 有一点绵长的味道 特别好 只盼望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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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今天您准备什么菜 我今天准备做一个 给小孩准备做一个菜 锅阿湘 你坚持 我们今天的民间大人 好像正是一个妈妈 是吗 怎么还不来啊 我们的厨房当中 来晚了 来晚了 抱歉 抱歉 你好 你好 作为介绍 瑞希 瑞希好 刚忙什么去了 我两个孩子 老二才十一个月 刚那个稍微有点哭 安抚了一下 才过来 对当妈的动不容易 两个孩子特别乱 那你迟到了 跟我们唱首歌呗 那我还是再做一道菜 你今天加一道菜 我今天做了一个软筋三文鱼 也是我鱼儿平时比较爱吃的 再加一个 土豆泥 这桥子好大 穷到他女儿十二岁 养女儿都特别兴趣 因为孩子可能都有这么一个阶段 对一些水果啊 蔬菜啊 很有底处情绪 他不吃 我去给你拿食材 所以他有时候就对这些食材真的不吃 对 必须想变着花 变着托法 你看一看这个 如何教导儿女 如何让孩子们开心的吃饭 已经开始讨论起来了 当父母都是这样 对于这个我还没当过爹的人 没有发言许 我学习学习 这三文鱼怎么做 一般我们大人吃的话 就是大块的尖 但是小孩他要小小的一片一片的吃 会比较方便一些 对就是小孩的嘴线就这么大点 对 你弄太大他咽不进去啊 对 切成小薄片吧 给孩子吃食材要新鲜 三文鱼本身它是含低水特别高 因为现在很多妈妈呀 都是给孩子补盖 补心补低水 专门补 一天各种各样的药品 不给孩子 其实我还是主张给孩子 从食物上来给补 要补补入食补 对 然后咱们这个三文鱼切好以后 稍微加一点点盐 因为孩子吃的话 要比大人的盐少一半 盖已经打开了 来吧 谢谢 多少你来定 稍微有一点点味道就可以 腌上十分钟左右 然后可以来一片柠檬 柠檬 要那个柠檬汁 只要汁 不要柠檬 对 接下来我们还能做什么 再腌这个三文鱼的时候 先在腌的时候 咱们可以把那个土豆泥做一下 土豆泥 对 这不是准备好吗 给它切一切 然后再给它放进去 我剥一个鸡蛋 我剥一个鸡蛋 你知道吗 我每次来说 做一个土豆泥的时候 就是准备要蒸土豆的那一刻 我放弃了 为什么 理由是因为 待会儿我处那土豆泥 然后土豆泥也好累 土豆泥呢 其实很简单 咱们处理起来 一个土豆 咱们给它一泼瓷刀 蒸完之后 这样要好去皮 趁热 咱们家里都有这个漏勺啊 我一般是用一保鲜袋 把它装进去 然后捏完以后 直接就在这袋里 这个也挺好 您说拿漏勺 给它咔嚓咔嚓咔嚓 用勺子一压 也很容易 因为我早上的时候 我一般没有时间 就特别忙 是因为非常自己发明的一个 一个碰办法 简直就是一个生活 当时在一个碰办法 我是这个方法 我早两年知道的话 我就这两年 我就多吃点土豆泥 你装到袋里以后 你就这样一捏 它基本上就可以睡了 然后或者 你拿一个擀面杖 然后稍微一擀 我想捏一捏 捏吧 这里面加了煮好的鸡蛋 对 这样孩子呢 有土豆的营养 也有鸡蛋的营养 都能够摄取足 而且它微量元素特别好 新的甲鸡铁都含有 然后孩子呢 各方面营养也都不缺乏 这时候加入酱 然后再让它搅拌得更均匀一点 什么酱呢 就是普通的萨拉酱 直接捆到袋里 对 继续捏 这个任务交给大飞 这个方法我特别的喜欢 现在把菠萝卜和黄瓜装进去 也装这里面 对 然后稍微捏 捏一下就可以了 你这太匀了 就是 对 这个方法 你怎么这么聪明了 这土豆泥就这么个人吗 宝宝它是有自己专属的这种餐具 我给大伙看一看 可爱的餐具 我不想说当妈的多么的用心 都不容 我只是说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 我小的时候就是那种羊慈的 就怕摔 我妈怕说这个羊慈的 我一那晚用了五六年 就摔实在漏了 补不了了 我才换到晚 哎呀 你不错了 我是从大三里走走走出来的 我都背着才会去上学的 不错了 灯到哪个里面 灯到这个小淘心里 因为它也吃不了太多的量 大概有这么两勺就够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就可以了 对 下面就把森林余剪一下 因为也腌得差不多了 好 开火 来自吃我就会给它煎得比较熟一点 就怕有一些森菌有一些细菌 我看你本身切的就是薄片 一般的森菌都是很厚的进去 这个把它稍微煎一下 切得薄之后很容易 稍微有一点黄的颜色就差不多可以了 从红变白 然后再从白变到黄 对 因为吃鱼吧 它反正没有太多的脂肪在里面 只吃猪牛肉吧 更好一点 你这套餐具是给我准备的吗 可以啊 你喜欢的话可以送给你 让我回说一下童年 我小的时候 像我80后我没有这样的待遇 没有过 好吧 你给我插手给我送给你了 这个 插一个我童年的客气 这不好 我知道你今天带女儿来 我用她插去 她跟我急 然后就哭了 所以基本上就可以了 可以关火了 很非常简单 对 而且它比较营养 接下来我要把猪菜帮我焯一下 好 再抄一下 对 这一套餐具真的小而美 基本上就够了 然后这时候我要给她切一点小西红柿 这个西红柿我会给她切成小兔子 你要把它变成小兔子 对 你像这么小的小孩 一个小兔子就满足了 像女儿现在已经12岁了 12岁了 每天给她做一个白马王子 还没到那时候呢 好 西兰花也好了 它这个一个小的西红柿一点点都没有浪费 它就切了一半然后打个底 切成两个小耳朵一叉 一点没浪费 心灵受巧 勤俭持家 这种是小兔子 鼓励她吃三个西红柿每天 然后把这个也放到这个小盘子里 让它像森林里一样 这小兔子 然后西兰花呢就跟小树一样 有小兔子又有小树 小草的这种 给你们讲的故事 不让他们吃 真的是 我小外甥小朋友就说 他要吃这个西兰花 他不知道叫西兰花 他就告诉他要吃树 吃树 对 要吃一棵树 对 因为小孩子 他首先是象形 意识形态 长得跟树的形状差不多 你说要把这个西兰花 待会给他摆成一个 七个小矮人吗 摆成像小树林里 有小兔子 小兔子在这个小树旁边一样 最终是鼓励大家多吃肉 多吃蔬菜 然后多吃水果 让他一点点的 哎 我们消灭了一个树 然后我们再来消灭一棵树 然后再消灭一棵小兔子 就是这一餐 就是他这个量 就刚好是孩子 对 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量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浇汁 给当鱼浇上一点汁 请 把这皮给他烫掉 这可以的 就是自己动火稍微给他做一下 也就两分钟的事 两分钟自己做番茄酱 对 我倒是要看一看 两分钟如何把番茄酱做出来 这个怎么变成番茄酱呢 现在要把锅加热 然后把它放进去就好了 里面稍微可以加一段水 带点水 对 加油 谢谢 稍微加一点糖 很简单的把食材保持 它最本身的这种味道 对孩子是最好的 有没有可能就是太复杂的 像专业大厨那种做菜的方式 你也不太会了 你说到 你说到我的控制 只有我今天来学习的 但是对于家里而言 你还是能做这样的早餐 我已经无体投逼了 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汁稍微浇进来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把一个土豆和一个鸡蛋煮熟以后 你把它放到保鲜袋里 加入萨拉酱 黄黄末或者是火腿末 三文鱼下一点点盐 可以少一点柠檬汁 然后可以去掉它的鲜味 为了避免有一些细菌 还是见到食材的时候 是比较安全的 可以配一些蔬菜 比如说芦笋 香菇 西兰花 然后小西红柿 各种蔬菜都可以随意搭配 不去刻意地去给它添加什么 反倒是让孩子吃得更健康 更不挑食 太太的套味品 喊您回家吃饭 同时太太的套味品 提醒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知道如何15分钟 做一道这么可爱 孩子又吃 而且营养特别丰富的早餐了 这个一看就孩子的饭量 咱们俩就别吃了 一人一口就没了 回头单独给您做一个 好 好大厨 接下来您做一个什么菜呢 今天我做一个鸡翅 鸡翅我准备好了 好 鸡翅 还有食材 帮我端一下 就料是吧 对 你还得跑一趟 干嘛 把蒸锅给我拿 今天咱们做这个菜呢 菜名叫 花香 逆煎翅 但是第一步 我先不做它 我需要一个苹果 做鸡翅 为什么还需要一个苹果 需要一个苹果 这个苹果啊 咱们处理非常简单 我怎么觉得好大厨 今天有点淘气啊 你说你做孩子餐吧 咱们来做之前 还得卖个萌的 吃个苹果 这可不是吃 一个苹果啊 咱们给它破成 六块 小孩吃呢 咱们尽可能给它破的 稍微的碎一点 有个碗 我都已经呆滞 且迟疑 我没看懂 这苹果这个 能干什么吗 跟这个鸡翅巨骨 它有什么关系呢 蒸完苹果的时间 刚好把这个鸡翅的骨头剃了 苹果切好之后 直接上锅 蒸 盖盖 大火 大概蒸六分钟左右 那这边呢 咱们要处理一下鸡翅 我来一把剪刀 好 这个鸡翅去骨啊 其实很简单 关节这块 只需要用剪刀 把它这个连接的这个筋 给它稍微剪一下 不是因为肉 把它骨头给包出 是因为它的肉筋 对 剪一下之后 你看 咱们只需要用手 贴着里面的骨头 往下推 看很简单的 它已经分开了 一直给它推到底 这会儿呢 你就可以给它翻过来了 就这么一拔就可以了 对 还有今天的地方 稍微的拿剪刀剪一下 很简单的 咱们就把它的骨头 全都抽下来了 哦 它翻回来 它还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鸡翅 非常简单的方法 我这边呢 已经处理好了几个了 来 处理好的鸡翅 都要给它翻过来 这是为什么呢 往下看 翻过来之后 咱们目的是什么啊 要给它腌自出味 就直接从里头往外腌 对 这样它更容易入味 洋葱 因为皮 其实它是不容易进去味的 对 洋葱 料酒 去腥 然后呢 可以适当的 加上几滴的酱油 酱油 稍微找一下颜色 然后咱们再用上一些柠檬汁 因为刚才说了 给宝宝吃的饭菜啊 口味不要过重 另外 还要备几样水果 这不后面好多呢 来吧 咱们用这个哈米瓜 咱们把所有的这种水果 只需要切成条 酿入到鸡翅当中 好了 食材准备好了 鸡翅呢 也已经腌渍入味了 非常的简单 咱们把这个鸡翅翻回来 然后所有的食材 哦 这个里面 对对对 所以孩子一口咬下去的 不是骨头 是水果 好 这几种水果呢 咱们可以随意的搭配 有甜瓜 有蜜猴桃 都是鸡翅含的比较多的 深渣糕 咱们这个水果就是你可以任意搭配 那万一我们家今天就是没有水果 我把鸡翅拒骨了之后就不塞东西 超快的 如果没有这么丰富的水果 咱们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蔬菜 也可以这么去做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基本上咱们这就可以了 马上就煎鸡翅了 这种方法呢 咱们很简单 需要在上面刷上 再刷一点 好 这会儿呢 将那个橄榄油 咱们也锅里边来上少许的橄榄油 油锅呢 不要烧得太热 把这个鸡翅咱们放进去 你看它随着加热 鸡翅它会收紧 收紧之后 就会很好的将里面的食材把它裹住 刚才还有点散 这样就紧了 对 这样牌子如果在吃的时候会很方便 随着煎的过程 咱们可以给它慢慢的翻过来 颜色好漂亮 对 你会发现煎的这面 它已经皮在收紧了 这样将食材可以很好的 帮我住 我为什么一直脑海里面出现一个画面就是往里面要弄点山东大空呢 出来可以蘸甜面酱吃啊 不要是不给孩子吃的话就 严格的说是可以的 大姐你今天就已经想跟孩子抢饭似的感觉 在煎的过程当中咱们可以加上一些食盐 我忽然觉得有一个爸爸是当厨师的孩子挺好幸福啊 你女儿会不会很骄傲啊 我爸爸做饭特别好吃 你们来我们家吃饭 尤其有时候是在电视上看见的时候 会很兴奋 尤其是打开电视 CCTV2回家吃饭的时候 然后全家人正在吃饭的这个点 打开电视看到自己爸爸在做 我觉得他看到这集应该会更开心 因为这道菜就爸爸给孩子做的嘛 真的是充满了父女对孩子的这个爱在里面 鸡翅呢就已经成熟了 剪出来马牌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体育频道主持人张滴 当个体育记者很特别好 我全身上都是揣着几把小飞兜 就是你看着 爽 我做的是红烧鸡翅 据说您的这个鸡翅一上桌 这个中国队就会拿金牌 我今天尝试一下 这道工具处理不好的话 颜色变得棕黄的时候 后面其实你要跟水饭进行对抗 如果按足球的阵情是三次三次 现在团队足球诞生了英雾 我一直有一种在收听体育比赛的感觉 说实在的 我今天才搞懂足球是十一个人踢 平时看吧 国家就有两个足教练呢 语言系统根本没在一个语言系统的频道 没扎中 你等着啊 刷 又飞过鸡翅 你找签加字 行了 再见啊 谢谢啊 有点年长的味道 来年长的温暖 只怕我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好 温暖 回家吃饭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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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这是一个碗 一个碗 你说这种专业动作还是得好大厨来吧 是不是 你看这个充分体现了好大厨的专业和我的非专业 你看这个苹果通过蒸之后 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独特的 它怎么闻起来那么香 那咱们那个汁水还能用吗 关键就是要用到这个汁水 好了 这个汁咱们留着 这边刚才我看到了还有什么 草莓 这么多的草莓 来咱们把草莓在这个碗摘掉 你也是要弄一个小兔子吗 不是 我要用它去做一个酱汁 草莓酱 草莓酱 真的 给孩子做嘛 咱们要细心一点 走 少加一点水就行 好了 好嘞 然后你看咱们的苹果汁 苹果炒莓混合在一起 对 咱们只需要将它充分的揉在一起 咱们在这里边要加上一些白糖 增加它的口感 大火将它烧开 有点出那个糖浆的那个糯了 来 加一些桂花 桂花酱 对 桂花酱 基本上就成了 来吧 来吧 哇 这个终结时刻 鸡翅去骨 然后腌渍入味 入味之后呢 咱们把所有的这种水果 只需要切成条 酿入到鸡翅当中 上锅去煎熟 草莓 直接炸汁 加上咱们蒸苹果的汤水 做成一个草莓酱 您在这个机器上就可以了 泰特的调味品 喊你回家吃饭 同时呢泰特的调味品 提醒你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知道 瓜香蜜煎鸡怎么做出来了 工序稍微复杂了一点 但是其实方法特别简单 你今天是不是带孩子来了 对 叫一下呗 好啊 让孩子尝一下 可以吗 可以 就是我为什么没动气 想让孩子尝一下 那我现在去把它叫开 可以 萱萱来了 萱萱来了 你好 这是我大女儿 萱萱 这老大是吧 对 大女儿 你叫萱萱吗 你能看我一眼吗 说说说 你看 你好 你好你好 你看 你想吃 你想吃哪个 他好像都想吃 这个 这个是吧 来先尝尝妈妈的手艺 这是我的 对 他说这是他的 妈妈给喂一块 吃 吃 好吃吗 吃口苹果吧 我吃一口 叔叔做的苹果 来 尝尝 好吃吗 那你说不说 叔叔好棒 好吃吗 甜不甜 你说 你好棒 你快肯定我 拿着好棒 你 你 你 真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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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